臺北市蛋商工會宣布 本週起雞蛋的批發價 從每台金調漲三元變成三十四元 產地價格從星期四起也跟進調高 對此蕭基會批評 農業部雞蛋產銷資訊顯示 近期國產雞蛋已經是供過於求 蛋商還調漲價格非常的不合理 質疑蛋價只由蛋農跟蛋商來討論後決定 根本是缺乏了監督機制 國內蛋價連續跌兩個多月 終於止跌回升 臺北市蛋商工會宣布二十八號起雞蛋批發價 美金調漲三元 也就是美台金從三十一元調高到三十四元 產地價三十一號起也會跟進 美台金將從二十一點五元調高到二十四點五元 根據農業部雞蛋產銷資訊顯示 國產雞蛋日產量已經連續兩週 在十二點七萬箱十二點六萬箱超過國人每日十二萬箱的需求量 如果以每箱兩百顆來計算 每日生產量過剩超過一百二十萬顆 對此消息會就批評雞蛋已經供過於求還調漲價格非常不合理 質疑蛋價決定缺乏監督機制 農業部表示過去曾提供市場實況資訊給 淡農蛋商參考就被質疑干涉價格決定 因此尊重其決定 而北市淡商工會也強調每次價格調整 都有跟南部基農充分討論過才決定價格 目前淡價對於基農來講已經偏低 記者廖市民長東小安特有報導